早前9月那段時間 我就介紹一間K11美食品 就是Faro Italy 其實它的名字是這樣的 我這裏就寫了這個 Faro的意大利餐廳 原來它在Open Wise寫的就是 Faro Italy Bar and Jeans 半自助的西式餐廳 我介紹過給大家 它的隔壁其實很有趣 它的餐廳裡面分兩邊 一邊是日式 另一邊是西式 我估計是同一個老闆 這次就是介紹隔壁的日式 餐廳裡面 這裏 不好意思 在這裏 那 在這個 11月7日 晚上 我和我先生就 這個 吃這間日式 日式的日式叫做 海洋居酒屋 即它的名字叫做 海洋居酒屋的中文就叫做 我药苓 蔬菜的味道 蔬菜料蠻新鮮等等 另外這裏是餐廳 我也喜歡吃日式的煎餐廳 這個不錯啦 又不會覺得太油膩 然後就點了這個叫做牛油果 軟殼蟹的卷 有些沙醬 蟹子在上面 味道不差 不好意思啦 吃得不太好 拍了 然後就點了一個西京燒的銀雪魚 我很喜歡吃銀雪魚 不是每一間都燒得好吃 這間算是不錯 也可以一試 另外就是這個 名字叫K-R-A-I-Y-O 是不是叫K-R-A-I-O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閱讀 那天晚上吃了這四個東西 就六百多元 我也覺得OK的 晚上來講 既然見智 它其實都給一般的居宅屋 是貴了一點點 不過都可以的 職員呢 一開始一定會推銷一下你 吃不吃他們當地的海鮮 那它會介紹一些很新鮮的海鮮給大家 那 你們到時就考慮一下吃不吃 那 這間也算是不錯的 嗯 環境格調也可以的 那外面呢 進去的時候就看到很多酒吧 以為是西餐 因為它旁邊是西餐 那這裡也有一點西餐的氣氛 但實際呢 其實買的酒也是日本的酒 居多 然後其實你轉進去 就是由 右手邊 你看這樣進去的話 就會看到有個 巴位 廚師 做壽司 做一些日式的東西 那 那 這間都可以的 就是跟隔離 剛才說的那間的意大利餐廳呢 都 兩間都可以去 嘗試一下的 那 那 那 就是K11秒C的 地下那層的 再 一樓 對吧 就是再 一層樓上去 那 就當它是一樓 那 那 喜歡 介紹美食的朋友 就請讚 和訂閱 謝謝 謝謝